大家都知道做運動有益身心 以奧妙運動員計劃自在透過運動提高兒童的快樂指數 同時幫助學生發掘自己的潛能 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運動 特別在疫情期間,讓同學有機會動動 這日我Kathy來到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葉小學 一齊看看他們參加完計劃有甚麼得著 前校長你好 想問一下學校會參加護衛運動員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跟關注項目外發展目標相相符合 所以我們有心參加這個運動 主要是我們推廣健康生活 因為我們覺得學生除了學業成績之外 更加重要是有健康的生活 所以在這個計劃裏面很符合我們這個要求 所以我們就參加了 總結今年的奧妙運動員計劃 學校帶來了甚麼正面影響 這個計劃本身我覺得很欣賞的地方 就是它很全面和很多元性 這個計劃本身除了有示範活動之外 也為學生做一些測試 也有一些展覽 在運動裏面所推廣的精神 更加符合我們想學生達到運動素養的要求 家長呢?家長有支持嗎?當然支持 因為他們很想給小朋友多些不同的興趣活動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目標 除了推廣在我們小朋友身上之外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普及到我們教職員 另外可以帶回家 令到很多人都可以社區都可以動起來 這是我們一個希望比較遠一點的目標 奧妙運動員計劃特別之處 就是找來現役或者退役的運動員 親自去到學校推廣運動 為有志做教練的運動員 提供實習和轉型的機會 一起聽聽教練怎麼看呀 奧妙運動員這個計劃 它給了我們很多資源 可以給到很多不同的學校 讓我們可以發揮我們一些退役運動員的所長 我們本身其實我們有一些很良麗的地方 我們的堅持 我們的天藝 我們是可以有一個平台給我們發揮 在疫情期間受課上有沒有什麼困難? 疫情期間你知道我們體育為主 突然之間要轉去SUMO 變成大家都會有不適應 除了教練不適應 我相信更加辛苦的是小朋友 他們看著螢幕 究竟怎麼做呢? 可能焦點也未必能專注 在這個時候 我們教練們 我們就想到 這個時候是時候灌輸一件事給小朋友 就是自由與自律 當沒有人看著你的時候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的 這個才是你真正可以提升自己的一環 Angelo你覺得 你最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帶給小學生一些什麼訊息呢? 一個訊息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奧倫克裏的卓越友誼尊重 更快更高更強 因為這六件事都非常重要 無論他們現在學習階段 體育運動的成績也好 或者將來學校老師要去交project也好 甚至乎長大了 到工作也好 所以我覺得任何對他要求的更快更高更強 現在就找到另一位教練 跟我聊聊天 可不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肥 我是玩擂球的 我是現役的港隊運動員 我是擂球隊隊長 小肥你好 我想問你覺得 奧妙運動員計劃 怎樣幫學生去重拾 或者建立做運動的樂趣? 奧妙運動員運動計劃 有一些十角圖的計劃 讓學生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裏 從而知道他們玩什麼運動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讓他們知道的基礎 我希望他們會很早已經知道自己的能力 香港也很缺乏這件事 小朋友可能不清楚自己的身體質素 會很沒信心 因為我也試過做十角圖的時候 為什麼我的手壓力那麼差 然後我就說了一句 不用怕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 可能你現在手壓力很差 但可能你敏制度會快 最後你覺得這個計劃 怎樣幫助你將來退役之後轉型呢? 現在還在讀書 奧妙可以讓我多進學校 認識多一些堂仔 可能我自己本身打雷球 可以推廣多一些雷球 想知道你們參加奧妙運動員計劃之後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踩單車 我也是最喜歡踩單車 因為平時體育堂是踩不到單車 今次的活動我會更加興趣學習 第一次在學校踩單車的感覺是怎樣? 很興奮 很興奮再玩 上一年就是奧運年 你們有沒有看奧運? 有 有 哪個運動員你是最深刻印象? 我最深刻就是何思培 因為他可以在不同國家的選手中 但他也可以奪得這個銀牌 而且他這麼用心去練習 才可以得到這個銀牌 所以我很欣賞他 有沒有什麼地方你是最值得學習的? 在何思培生巡 我想學習他這個毅力 而且在冬天的時候每天都去人訓 所以我覺得我也要學習一下 嗯 小楊呢? 你自己最留意哪個運動員? 原來我最留意的是張家朗 因為他經常練習 還有他有很好的毅力 而且也有說 只要有行心鐵柱 有磨成針 所以我覺得有毅力 你什麼都可以做到 好啊 多謝兩位同學的分享 你們要加油 知道嗎? 知道 Thank you 謝謝 我們下次再度去看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